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雅的建筑风格以及绚烂的细部装饰 都使得宋代的宫殿像一群超凡脱俗的仙鹤 傲立于世界建筑之林 作为宋代宫殿的代表性建筑 玉街千步廊可谓举世闻名 从玉街千步廊直到宣德门的东京都市景色 更是令人赏心悦目 心持神往 那么围绕玉街千步廊 发生过哪些传奇的故事呢 宋代的宫殿建筑样式 又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色呢 百家讲坛邀请同济大学朱宇辉博士 为您精彩讲述 《消失的宫殿》第二部第六集 《仙鹤游宫》敬请关注 假如我们用飞鸟来比喻中国历代的宫殿 那么汉代的宫殿它很像大鹏鸟 它特别豪迈 厚重 唐代的宫殿它像凤凰 它特别自信地在绽放 而明代初年的宫殿 它有点像一只端粒在那儿的苍蝇 它特别凝重 有力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宋代的宫殿 它特别像仙鹤 它线条特别干净 利落 色彩特别克制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 在克制之下的一种别样的绽放 带着某种未来感 汉代的宫殿 它的金鸾殿就是魏央宫殿殿 现在还在 它的遗址特别苍茫地屹立在西安城外 古诗里面说 魏央前殿月轮高 现在晚上的一轮圆月 还升起在汉代的金鸾殿的 遗址的大土堆上 而唐代的宫殿呢 金鸾殿就是大明宫的韩元殿 遗址也在 还在西安城的东北角 现在被修得很好 有一个很好的展示 明代初年的故宫呢 虽然跟今天不一样 它的故宫三大殿 比今天所看到的故宫三大殿 几乎要大出快要一倍来 它看不到了 但是它的这个遗址 它的整个的一个 下面的大台积都还在 所以 这个几个朝代的宫殿 至少我们都能感受到 而北宋东京汴梁的宫殿 将近一千年来 长久的淹没在 现在的开封城的 龙亭公园的 默默烟波的水底下 所以我们很难看到它的样子 但是好在 它的核心的院落 就是它的金鸾殿 大庆殿的院落 经过了考古的发掘 好在还有几幅 特别著名的北宋的戒话 比如我们大家都特别耳熟能详 宋徽宗自己画的锐鹤图 张泽端后期画的 特别辉煌的杰作 清明上河图 都还留着相当靠谱的具体形象 能够帮助我们来认知 那座消失在一千年前的 辉煌城市和辉煌宫殿 在公元1112年的 正月十六 应该是一个傍晚 东京城街头 宣德门 样子像我们今天北京故宫的五门 宣德门前的东京市民 那些老百姓 站在他的前头的千布朗底下 被一幕很特别的场景 吸引了 这是冬天 一群仙鹤 不知从哪里飞过来 盘旋地停留在 北宋皇宫的南大门 宣德门的屋顶上和屋顶上空 清脆地鸣叫着 久久不去 最后向西北方向飞去了 老百姓当然看着很高兴 一次免费的动物展演 宋徽中看了更高兴 一定是天将祥瑞 要奖励我这个治理非常有力的君王 那么他就亲自把这个画面画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 假如我们来画这幅画 我们会怎么画 肯定得先画一座 特别雄壮的宣德门 然后宣德门上空 这个太阳落下去 先画升起来 大概是这么一个场景 但宋徽中怎么去布的局 在画面的最最下方 是宣德门的屋脊 水平向流过的 屋顶的那条脊 我们叫正脊 水平向流过的正脊 一根线条很挺近 很利落 它会不会让我们想到 空中飞过的先画的 那细长的腿 那个线条的劲道 它的四面 向大地垂下去的四条五脊 斜弯着垂向大地的那四条五脊 我们叫垂脊 像不像先画弯弯的脖子 正脊 中间最高那条五脊 两端高高翘起来的 那个两个兽 我们叫吞脊兽 在那个时候 我们叫它吃尾 就是吃鸟的尾巴 它像不像先画脖子 上面在高昂起来 回头的那个先画头 在这个画面里头 宣德门被特别低地 压在画面的下方 充当了一个底板 绝对地让先画 处于画面的主体 特别好的审美 很有未来感的审美意识 它又把宣德门上的 北宋建筑的这种 缤纷的舒展简练的特征 和先画的在空中 特别舒展飞扬的 线条特征结合起来了 这个建筑和先画 在一起共振 在一起飞扬 这又是一幅高度克制的画面 非常高度克制的冷色调 高冷的色调 而且画面的很重要的主体 宣德门 被压在了画面最底下 刚才说了 它会让我们想到什么 它会让我们想到 北宋画院里面的 那些很著名的话题 竹所桥边卖酒家 在竹林边上 有卖酒的人家 怎么画 画满满的竹林 在画面一角 就画一个垫钊 从竹林里挑出来 上面写一个酒字 踏花归去马蹄香 怎么画 不是说我踏花归来 那个马蹄上面都沾着花瓣 只画几只蝴蝶 绕着那个马蹄在转 这是这种思路 而画面上方 群鹤飞舞十八只鹤 它没有说什么布满画面 它是绕着一个圆 一个虚空在飞的 把画面的最最中心 让了出来 没有去强调画面中间的 任何的东西 所以它是各种克制的一幅画 这种克制 它也是那个时代的 整个的政治格局 和审美趣味的表现 一个特别不强调中轴线 特别不强调 宫殿和君王的中心地位 特别具有高冷的 克制的审美趣味的时代 而它这个画面的乌极两端 高高扬起来的 我们叫吃吻 它又会让人想起 宋真宗 它晚上做梦 梦见有神人跟它说 要降天书给它 然后它就摘戒沐浴 后来果然到这一天 天书来了 它是在北宋皇宫的 左承天门 左承天门的南侧的 那个痴尾上 就是我们这幅 这幅锐鹤图上 能够看得到的 类似的这个位置 左承天门的痴尾上面 挂了一个极尺长的 一个黄色的一个布条 看起来其实觉得蛮慎得慌的 但是宋真宗没有觉得慎得慌 带了一群大臣太监 喜滋滋的 跑到左承天门底下 然后派了太监爬上去 拿下来 做着皇上给他添书了 去嘉许他 赞美他这些年智力的功劳 所以宋代是一个神性 尤存的时代 宋真宗他还会追求 这样一个神性 对他的军权正统性的富裕 宋真宗为什么这么追求神性 因为宋朝不太能打 是吧 此前的禅渊之盟 我们知道 此前辽国曾经打过北宋 开始北宋刚建国去打辽国 是吧 没有打过 没有把失去的国土 抢回来辽国 再来打北宋 情况很危急 打到今天的河南浦阳了 宋真宗想撤 是吧 一个大臣是 四川人说 咱们迁都 迁到四川成都 一个大臣是江南人 说咱们迁都 迁到南京 宋真宗就去往寇准 寇准你是陕西人 你会不会说 我们迁都到陕西 寇准说不行 咱们要打 结果宋真宗 御驾清真 把这个仗打赢了 打赢了之后 本来很高兴 结果奸臣来了 说您这是臣下之盟 在臣下定了和平的盟约 这个不光彩 而且您以万圣之尊 古代把皇上叫成万圣之尊 万圣之尊 来做这个孤注一掷的豪赌 万一赌输了吗 您皇上就被人俘虏了 这个就算胜利了 也不值得高兴 所以他心头有阴影 这么一个文质特别苍圣 武力却不太厉害的王朝 他带着这样的阴影 带着这样的一点点自卑 他需要这点神性来加持他 所以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他以为大家都不知道 是吧 先是编了一个梦 就在这样的一个屋角上 挂上一个长布 说是天书给他了 说是我们国家可以传很多事 可以传很多年 这样的一个建筑的痴尾 也会寄托着这个王朝的 一些很神奇的故事 痴尾是中式房屋 屋极两端的装饰物 形状略像药婴的尾巴 在中国古建筑中 尤其是宫殿建筑中 痴尾所占的位置特别重要 然而在宋徽宗创作的锐鹤图中 却有两只仙鹤立于痴尾之上 足可见宋徽宗有多么喜爱 以仙鹤为代表的祥瑞形象 在北宋王朝 有这样一位鹤像 同样深受宋真宗的喜爱与器重 他便是北宋王朝最受争议的宰相 丁卫 丁卫文采出众 善始继谋有过目不忘之本领 曾被人誉为今日之巨儒 然而在宋史中 这位旷世奇才却被视为千古宁臣 形象反差巨大 那么这位饱受争议的宰相丁卫 究竟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呢 他又因为什么被宋史列为一臭万年的宁臣呢 再看这个赤尾上立着的那只鹤 两个赤尾 每个上面都立一只鹤 它会让我们想到北宋的那些大臣们 为什么 有一个特别纠结的大臣 叫丁卫 大家叫他鹤像 苏州人 但长得有点丑 然后特别相信那些玄妙的东西 他才华好到什么程度 当时的皇宫里头着火 需要大面积重建 就叫这么一个干材来了 很多奸臣都是干材 比如秦桧 才能也是很好的 皇宫要重建 需要几件事要解决 需要很多的土 那个时候中国盖建筑需要很多土 需要很多建筑材料 要运过来 盖完了有很多废料需要运出去 这么三件事 在城市的中心 皇宫里要解决 它怎么解决 反正城市当时也一大片废墟 在城市道路上 先挖出河道来 用挖河道挖出来的土 用来作为建筑那些台积 夯那些台积的土 他挖完这些河道 然后把汴河的水引进来 汴河通到哪里 通到江南 好 各地的建筑材料 都沿着这个河流 运到汴河 再运进这些新洼的人工运河 运进皇宫 建筑材料有了 等到把宫殿盖完了 形成很多的废物 是吧 渣土 他又把水放掉 把这些渣土填埋到这些沟里头去 一件事解决了三个问题 所以这样的奸臣是个干财 可这样的奸臣 他又是个鬼财 是吧 就在我前面讲的宋真中 因为跟辽国打仗 打赢了 但是定了一个叫禅渊之盟 是吧 说好了 我们每年要给辽国赠给他 十万两银子是吧 二十万批一步 作为一个和平的代价 对于宋朝这么富有的王朝来说 不算太大 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可能就是从这一步开始 我们整个这个国度 对外开疆破土的勃勃雄心 就此停止了 就是从这一步开始了 皇上他做了这一步之后 他自己要寻求审幸 我要搞点天书 搞点什么 各地出现了白鹿 灵芝 各种祥瑞事件 来为我的这个正当性 做加持 这件事 理性的大臣都反对 结果这个丁卫 处处支持 皇上要盖宫殿 大臣们反对说花钱多 丁卫说 你就说我富有天下 但现在儿子不多 我现在盖着宫殿 来祈求多生一点儿子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大臣们听了没有话说了 宋真宗喜欢祥瑞 喜欢各种祥瑞的东西 这个丁卫整天说看见一群乌鸦飞过 他说看见一群黑鹤 家里一只小乌龟发现了 给皇上送上去 说是太上老君变的 他是一个特别能够迎合君王的缺点的人 所以在北宋这个王朝 光从这幅画上 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很纠结的王朝的很多东西 一个从开朗走向内缩 一个从特别能够动武的一个唐朝 走向一个文质的时代 动用读书人来治理天下的时代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很多东西 也包括他的线条非常的挺进 他屋脊的线条非常挺 整个的屋面 整个建筑滴滴的向大地压下去 在大地上横向漂浮的这个基本姿态 一个时代的种种东西 我们都可以在这幅画上看到 那么在宣德门前的城市是什么样子 假如我们跟着这只仙鹤 把我们的视角拎到空中往下看 整个东京汴梁城 它的中轴线 从宣德门向南 最最难免是什么 是汴梁城的外城的正南门 南勋门 进了南勋门 就是它的中轴线 我们叫玉街 多宽 两百步 两百步什么概念 算下来是三百米 为什么要三百米 下面我们会说到 沿着这个南勋门进去 一条三百米宽的玉街 皇上走的街叫玉街 再向北 然后过一条河 菜河 东京城里的第一条水 河上的桥叫龙京桥 龙飞过的一个渡口 一个桥 为什么叫龙京桥 因为你是中轴线 你要通向皇宫大内 再向北 内城的城门 中间的城门叫什么 朱雀门 前面那个南勋门 咱们相当于今天北京的永定门 这个朱雀门就相当于今天北京的镇阳门 进了这个朱雀门 进了这个朱雀门 又一座桥 什么桥 周桥 又叫天汉桥 它下面的河叫什么河 汴河 它象征这条河是天上的银河 所以我是跨过银河的一座桥 所以我们叫它天汉桥 那么这座桥很高大上了吗 没有 这座桥上 整天都是市场 我们叫桥市 特别到晚上 夜市非常繁满 文学史上还留下了这座桥 什么事 水浒钻里头 杨智 青面兽杨智 没钱花了 要卖它这把刀 到哪去卖的 就到周桥去卖的 所以它是中州县上的一座 和跨越银河的桥 但是它又是一座深深的 歇入市民生活的桥 跨过周桥 向北怎么样 再到的门才是宣德门 那么这个周桥和宣德门之间 两边是什么样子 两边是很宽的走廊 两边都是走廊 吉里路长的走廊 吉里路长没有变化吗 没有做一点高潮起伏吗 没有 高潮在宣德门 所以在真正的高潮到达之前 克制再克制 所以从南面的朱雀门 一直到北面的宣德门 皇宫的镇门 之间 三百米宽的道路两旁 始终是宽宽的千步廊 一直低低地走着 从南一直到北 走到宣德门底下 千步廊里头干嘛 老百姓自己开店做买卖 所以它是一条 非常人性化的道路 两边的廊子中间是什么样子 这条玉街 皇上走的玉街 是什么样子 玉街中间是皇上走的路 其实没把路站满 只站了中间那个宽度 他用不了那么多 是吧 唐宋的时候 皇上出门一站特别多 都是几百个人的队伍 特别有排场 但他也站不了那么宽的路 中间一条玉街 给皇上走的 玉街两边两条玉沟 两条河 河里种的荷花 岸上种的桃树 礼树 杏花 春天来非常漂亮 两条玉沟在外头呢 珠红色的岔子 珠红色的一根根木条 立在上面 木条中间当然 还有一个个间隔 把皇上走的这个路 和皇上的河 跟边上老百姓走的区 分开 这个珠红色的岔子 外面两侧 才是老百姓走的 老百姓可以走在 这一段道路宽度上 和两边的廊子里头 它都属于老百姓 所以这条街 皇上在中间 走得很有仪式感 走得很有尊严 春天来了 桃红柳绿 夏天莲花盛开 他还可以透过 珠红色的岔子 去偷窥 两边老百姓的生活 老百姓也能在那儿 听说今天皇上来了 皇上也见过了 公主也见过 都在这个玉街上面 我都见过天眼 见过皇上长什么样 皇上不怕行刺吗 好像不怕 北宋这个时代 非常与众不同 它就是这么一个非常 各种地方都很透明 都很有流动感的 那个时代 北宋宫宫殿建筑的一大创造性发展 在于发明了玉街千步狼制度 玉街不仅是供皇帝玉驾出入 还是百姓进行买卖活动的商业场所 玉街直逃离离姓 杂花相见 春夏之间望之如秀 一幅美不胜收的景象 那么在这条繁华的玉街千步狼之上 发生过怎样动人的爱情故事呢 玉街千步狼又与宣德门及其后的殿语 有着怎样特殊的空间关系呢 在这样的玉街上 老百姓在边上生活 在两边的篮子里做生意 皇上在中间的玉街上来去 赏着两边的荷花和桃李 一个宋代的文人 宋旗 可能是在这个玉路上走 走着走着 突然皇上的那个车队在中间过去了 所以他在边上 野朝中间张望着 中间那个队伍过去了 好像有一个车的帘子 突然一聊 动了一下 然后一个很清脆的声音 叫了一下他 小宋 因为都城的人都很倾泻地叫这个文人小宋 小宋 声音很好听 他一听 目光再去追这个队伍 队伍已经远去了 但是一个文人的这个想象力 开始无限的波发 是不是当年的青梅祖马 还是我的某个崇拜者 响入飞飞 回到家 忍不住就写词 是吧 叫化孤雕鞍 狭路逢 我跟皇上的车马 狭路相逢了 一身长断 袖帘中 在皇上车马的那个袖帘里头 一身突然叫我 叫得我长都断了 然后身物彩凤 双飞翼 心有灵犀 一点通 虽然我没有翅膀跟着你飞进宫 但我的心跟你是通的 最后有两句又说是 流浪以恨 彭山远 更隔彭山几万从 那个时候 又是一个文学的时代 刚写出来 社会上流传开了 皇上看到了 所有关的事 就问自己的后宫的这些人 谁叫的这一声 就后宫有一位说 对不起 是我叫的 然后皇上就问他 你为什么会叫这一声呢 你认识他 我其实不认识他 但是大家都说这个人是小宋 所以我跟着大家好完 我就叫了一声 宋仁宗说 好我知道了 然后找机会把这个宋琦 请进宫来 说你做的好词啊 宋琦想 哎呀这个传播很快 朋友圈也没有发 皇上都知道了 对不起我错了 皇上说你没错 彭山不远 你不要恨彭莱山远 我就把这个人送给你 所以这个很可能发生在 玉街上的故事 他给我们展示了一条 保持着社会各个层级 流动性的一条道路 他能够带来 带给生活的一些些美好 假如我们把北宋的这条玉街 再稍微向远方看 后来的南宋 南宋也有这么一条玉街 就是现在的杭州城里的中山路玉街 他经历了综合的改造 有多少展现出了昔日的光彩 成了一个特别生动 特别有成活力的街道 它最大的特征 像一条红的飘带 尽可能温和地去和大地和山水去共振 在共振当中展现我别样的威严 这是杭州城的玉道 因为有西湖的山水去和它共振 甚至比这条玉道还要美丽 所以到今天它还是杭州城里 被开发改造的特别好的一条城市道路 我觉得东京汴梁城的宫殿 连同它的整座城市 我会觉得它更像一只仙鹤 这个玉街千步狼 就是它重要的仙鹤脖子 最重要的一个空间特征 那么说了半天 这个空间的铺垫 要记住咱们中国 是从宋代才开始完成 这个自觉的空间铺垫的 而且这个铺垫后来一直传到了 明代的北京城 明代的故宫前面 也是这么一个明代建成的千步狼 一直到天安门前面 才形成高潮 进了宣德门之后 那道门叫大庆门 宣德门和大庆门 两道门 中国所有的宫殿前面 其实都是这两道门 后来北京故宫 就是武门和太和门 在宋代 它叫宣德门和大庆门 大庆门必须怎样 也是横向展开 虽然我们只有挖掘出来的遗址 我们可以根据宋代的风格推断出来 横向展开 为了大庆殿的高潮 再做一次压抑 大庆门横向展开 然后进了大庆门是怎样 一个可以容纳上万人的 它的这个面积真是很惊人 可以容纳上万人的 却有非常纯净的狼院 前面是御街千步狼 走上几里路 它都是狼子 进了大庆门之后 这个几里路的狼子 它包裹成了一个 很干干净的院子 没有别的建筑 就是中间的一座大庆殿 面阔 中间一个最大的建筑 旁边展开 也像翅膀 上下两层屋檐 然后再怎么样 再向两边飞狼 两边斜的走廊 再飞下去 跟周围那圈狼子相交 那么这个建筑完成了吗 当然还没有完成 这个建筑的后头 再向后飞出一根狼子 连到后头的另外一座垫 所谓后阁 所以整个是一个 公字性的建筑 两边的翅膀 两边斜斜的翅膀 飞到周围的狼院上面 建筑本身够恢宏 旁边的狼院也够单纯 能够容纳上万人 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每到北宋的那些 最最重要的皇家仪式 才是在这个场子里进行的 平时都不在这 那么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北宋东京汴梁城的宫殿 它前面的最重要的特征 必要的单调 玉街千步狼 激励路长的走廊 趴在宫殿门口 然后它里头的核心的院落 经过考古发掘了 那个大庆殿建筑群 也像凤凰展翅那样高高的扬起 千步狼趴着 大庆殿扬着 形成一个很好的关系 那么这样一个宫殿的样式 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来的呢 我们可以去探讨一下它的来源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 往往都不仅仅只设立一座都城 隋唐等中延王朝 多实行两经制 可是北宋却有四经 它们分别是 东京开封府 西京河南府 南京应天府 和北京大明府 其中 东京城市人口过百万 富家天下 是一座气势雄伟 规模宏大的都城 是那一时代 中国政治 经济 文化的中心 和一流的世界大都会 那么 相比东京 其他三经 对于北宋王朝而言 又有怎样的意义和功能呢 其实它北宋 一共是有四经 东京咱们都知道 东京开封府 就是汴梁城 因为它位置最靠东南 最靠东南的这个经济命脉 就是隋唐大运河的 这个经济命脉的 这么一座城市 它选在这儿 是必须的 也是不得已的 那么我们的西京 河南府 其实是什么 其实就是唐代的东都洛阳 当然在这个时候 洛阳城它已经不是首都了 它成了什么 成了北宋的陪都 陪都什么性质 就是各种大臣们退休了 都跑到洛阳城去住 省得你们都嫌我 爱事是吧 那么它的南京 应天府是什么 其实就是 今天的河南商丘 以前叫宋州 造匡印 就是从宋州起家的 所以它不忘自己起家的根本 把整个朝代 叫成了宋朝 所以这个宋州 并没有什么 其他特别突出的地方 但是它带有一个 皇上的这个 起家之地的 某种神性 神圣纪念地的特征 所以它之所以成为南京 是这个原因 还有个北京 大家更会想象了 怎么会有北京 对 北京大明府 因为在后来宋仁宗的后期 北宋的中期了 叫庆历二年 辽啊 又有一次不太安分了 那个时候 皇上就又动了一些心思 宋朝的皇上 仁宗啊 这个跟文人社会的皇上 都是不太飘悍 那上武之风不重 皇上就开始有欲了 我是不是要迁都啊 当时宰相吕一简说了 皇上我们不但不能够退缩 我们还北京 我们要把当时的在河北的大明府 定成我们的北京 来象征我们守卫疆土的决心 绝不退缩的决心 宋仁宗虽然自己的柔弱 但是很听得尽正确的意见 结果从那个时候 大明府就成了我们的北京 跟后来的北京很近 成了北宋的北京 所以北宋有这么四京 东京汴梁城 刚开始建的时候 据说宫殿建的比较差 特别没有范儿 都被人嫌弃 因为西汉萧和说过 天子以四海为家 是吧 你皇宫一定要建得壮 否则镇不住别人 但他开始建得真不好 后来怎么建好了呢 据说就是派人到 他的西都洛阳 其实唐代的东都 北宋的西都洛阳 去学习宫殿 然后回来再盖 这个时候盖好的 那么洛阳宫殿 它长什么样子 它好在哪里 它有一条天空之轴 它有点像一座天空之城 怎么来的 隋朝就开始了 隋阳帝 这是一个被低估的君王 是吧 我们看他整个把政治中心 向东向南去延伸的这种姿态 它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只是它没有平衡好 隋阳帝 他在推进东都洛阳的建设 把统治中心向东延 在一个冬天 登上了洛阳城北的北盲山 向南看 看见那个龙门 就是两边两座山 中间一座门 叫一雀 又叫龙门 好像城市之门 是吧 两座山夹着一条河 一看就是一座城市之门 好像一座天上的门雀 他说 这个真是帝王的基业 怎么前人不在这儿好好建设 没有好好利用的这个地势 来搞城市建设呢 大臣很会说话 大臣说 前人不是没有意识到 前人只是把他 留给陛下来建设了 隋阳帝听 你这个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隋带就开始 这条天空之轴的建设 开始建了三个 唐代又建四个 把它完成 怎么一条天轴 简单说 城市最南边 一对天雀 是吧 两座山形成的 这个没有谁比他厉害了 只有秦始皇的时候 有这样的事 两座山形成的门雀 然后再过来 一条天街 天街过来 得有个变化 得有河 咱们都知道 没有河 不能给道路形成一个 很精细的节奏 一条河过去 河上的桥 天津桥 又叫天津 唐朝人说 天津桥下兵出节 洛阳墨上 人行绝 天津桥 过来天津桥什么呢 一根大柱子 道路中间 叫天书 天的枢纽 天书过去 这时候该横向了 我们知道 一根天书 纵拔 然后一根门 横展 我是上映的天 天像的 我是一座天门 天门再进去 天宫 天堂 都来了 所以一共七座建筑 以天为名 仿佛是一座天宫之城 那么这个经验 我总觉得特别是 唠嗑在了 变良城的宗族线上 当然变良城 已经从浪漫回归现实 已经从神性 回归人性了 皇上到了元宵节 是吧 在宣德门城楼上面 看老百姓在下面 各种表演 是吧 相扑 老百姓下面相扑 关键他因为风气开放 女生也上阵去相扑 相扑运动员 他必须穿的 总共也少一点点 皇上也带着自己的 一大满门老小 乐呵呵的在那看 这个女生也会相扑 然后司马光 是吧 这个特别保守的 道德特别高尚 是吧 一直被称为 道德典范的人物 就给皇上提一件 天子是吧 登上城门楼子 国家最高的城门楼子 宣德门 去看女子相扑 这算什么事 所以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 是吧 它又不是什么不好的表演 这是一座世俗化的城市 它不可能再容纳 天空之城那样的神性 而它周围外头的城 我们下面也会说到 整个的城 也是一个菱形的卧牛城 像一根牛趴在那 它要建这样的天轴 好像也有点难 结果它怎么办 它部分地用了天轴的意象 比如说 这座周桥 宗族线上 跨越的这个汴河 从江南流过来的汴河 穿越这个城市的中轴线 那就有座桥 就叫周桥 它又叫天汉桥 它觉得唐代的那个天空之轴 还有一些缺陷 它光在中轴线上坐 两边没东西 它使得那些变化 都失去了动人的力量 是吧 那怎么办 我拉两条狼子 这就是欲接前部狼的一个来历 是吧 它发现了前朝的优点和缺点 我来怎么来改进 整个城市不是有点歪歪扭扭吗 我把功臣摆正了 把中轴线拉正 为了强调这条中轴线 我来中轴线两边坐廊子 一座吉里路 廊子坐下来 整个城市的整个脊梁谷都停起来了 虽然动作有点自由飘洒 但是脊梁谷挺得正正的 所以东京变良城的很多城市的优点 它都来源于西京的洛阳 所以说我们的开封变良城 它既带着很多前朝的东都洛阳 神性之都的空间气质 天空之城的空间气质 它又带了很多从汴水 从东南地区流过来的 江南地区的平民化的空间气质 从天空之城到水上之城 这就是我们对变良这座城市 和它的宫殿的印象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强调 东京变良城又是一座水上之城呢 我们下一集再说